以往的網上騙案 騙徒會想盡辦法 拿你的信用卡資料和銀行密碼等等 但最新的手法是 就算你什麼都沒付過 只要按一個按鈕 錢就會一樣被人拿走了 在臉書上想找買大集蟹的網站 然後就進入了一個臉書 叫做大集蟹海鮮房的臉書 然後我就聯絡那個人 那個人打電話給我時 再跟我說你要下載一個應用程式 才可以買到大集蟹 說這麼麻煩 然後她就說 我們公司的規矩是這樣的 然後我就下載了一個應用程式 我應該按了兩次找她的按鈕 然後就進入了 有一個不知什麼雙成的名字 裡面的圖片都有很多大集派的樣子 但基本上我進入了之後 都不能錄到五秒左右 我就放下我的電話 都打算不買了 也都立即跟手 立即刪除了應用程式 有任何私人資料甚麼都沒有透露過 雖然可疑 不過已經即時停手的張小姐 以為沒事發生 怎料晚上手機就突然失靈 用電腦看回 居然不見了9000元 直到我11時想睡覺、教寮的時候 我的電話應該被她吃掉了 完全打出打入不行 因為她要我入密碼 我試試我所有熟悉的密碼 都入不了 之後我就覺得不妥了 11時早上就打電話去銀行 說我沒有了9900多元 當時銀行就叫我去報警 警方給我的訊息 都是說基本上很難追 警方也沒權去凍結銀行戶口 我說 但我有戶口號碼、名字給你 她說都是這樣說 我沒有錢那間 以及給錢那間銀行 都是有類似這樣的訊息告訴我 就是應該很大機會追不到 不過我們都會繼續做 甚麼都沒有輸入 都可以轉走九千多元 原來編徒一開始就早有預謀 她前後應該打給我兩次 打給我的時候 她是問了我的電話型號 當時我又說了電話型號給她 所以我覺得這也應該有關係 買東西要問手機型號 可能就是騙徒落讀的第一步 這些可疑的APP 本身含有惡意程式碼 關鍵就是如果按了允許 騙徒就取得用戶允許 完整操作權限 就可以遙距操作手機 從而盜取款項 很希望這次事件 警惕一下人要小心 雖然我這次任何私人密碼 甚麼都沒有透露過 只不過下載個APP 但也可以這麼危險 也可以在我的電話上 叫人小心 以後真是不知名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不要下載了 goes on 我再去看 賛同記者 我明天 你也不知道